小智慧今天公布了秋印十二件石斑鱼都合格 那么其中新闻稿指出说农委会是逢中必反 这让主委陈吉仲炮轰是不是中国萧姬会呢 而对此萧姬会也不甘事我直接回呛 明明都是同路人 那么陈吉仲为什么要乱扣帽子 当然感谢萧姬会在上次的石斑鱼全部去抽策 而且全部百分之百合格 下午烟消卫突然不见了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出席活动回应问题 语调缓和许多 因为为了石斑鱼跟萧姬会杠上 上午态度可是相当强硬 萧姬会今天的新闻稿的前几页所写的 让我感受不到它是中华民国的萧姬会 让我感受到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萧姬会 从天降一个冒雪不是降一个飞蛋 不要逢中必反 我们是专业单位要让科学证据说 如果他仔细看我们的新闻稿全文 他应该知道我们是他的同路人 隔空交火萧姬会董事长黄一腾也不甘示弱 随便抠萧姬会的帽子 我觉得是对萧姬会的敌意很深 你有任机会下台 可是萧姬会是永续为目标存在的一个民间 非盈利的公益团体 双方拟来我往让原本蒙上政治角力的石斑鱼事件 从外销问题变成内斗 看看律师出身的黄一腾 2020年11月接任萧姬会董事长 今年2月国民党中央律师团成立 他也是其中议员 先前朱立伦新本市长任内黄一腾担任过法治局长 如今石斑鱼外销中国受阻 官方民间先开战 原本该炮口一致的石岸焦点也跟着变模糊 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外职场 整体外宫 行价格 在美国俄